给你一张涵盖了128人的医院白态图 你能在20分钟内记住每个人的细节 甚至是名字吗 制作单位甚至制作了一张捐赠名单 上头写满了23个名字 你有把握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吗 然而光是记住可能还不够 还需要具备推理能力 看到这个住单轮房的老人了吗 请问他叫做什么名字 你说上面又没有写我怎么会知道呢 但其实在隔壁的电视上 正播报着这名老人的新闻 线索就是同一套的帽子与围巾 但光是记忆和推理 依然远远不够达成任务 在与11人是命运共同体的状况下 你有勇气赌一把 说出你知道的那个答案吗 一旦答错 总奖金5000万就会不翼而飞 这一关考验的不只是记忆 逻辑推理 更是考验玩家的胆势 然而节目中的参赛者 美国律师徐东珠 却带着固然的记忆力与勇猛的胆势 一连闯过了实体呦 就连检查正在找谁弄丢了鞋子 初题询问丢鞋的人 手里拿着什么都能够答出来 大家好 我是竹妮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是因为刷到了这个片段 才打开最近Netflix实境秀 魔鬼的计谋 这是一部以智力拼搏的闯关实境秀 总参赛者有12位 白天进行主赛 晚上进行奖金赛 主赛会让玩家厮杀 奖金赛则是团力合作居多 这个游戏的特点是名为皮斯的货币 除了不能够使用暴力与偷切外 玩家可以自由交易皮斯 在游戏中也能够获得皮斯 但如果一枚皮斯都不剩 就会被淘汰 所以只要玩家想的话 也可以用多余的皮斯诱惑其他玩家 成为游戏中的同盟 然而最重要的部分是 主赛几乎都需要盟友 所以整个游戏中 光是个人智力高超 或是逻辑能力顶级 也未必有用 最重要的是和队友达成信任关系 因为一旦被背叛 下场可能就是被淘汰 今天会谈集1-4集的内容 有兴趣不怕雷的观众 都可以往下看 我会在玩家名字面前 加上容易辨论的身份或职业 让大家可以更快认识 这部赤净秀的玩家们 也不要小看这个节目 他们邀请的对象放在台湾来看 应该可以比喻是台大前1%的精英分子 那我也会分享一些 我在观看时的感想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应该都玩过或听过黑手党 狼人杀又或是阿瓦龙吧 可能乍听之下会觉得一个追求最强大脑的实境秀 竟然一开始只不过是玩狼人杀也太无聊了 我确实一开始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但是越往下看 游戏规则制作的实在很精妙 但更厉害的是玩家们 有能力凌驾于规则之上 有些人被规则绑死 有些人却用规则玩了漂亮的一手 本次游戏中共有6种身份 分别是恐怖分子 一般市民、记者、研究员、检察官以及狂乐分子 其功用就不赘述 这个游戏的特点是没有投票 市民必须依赖检察官 第一天游戏的MVP 绝对是要颁给本节目年纪最小的参赛者金东仔 目前是个大学生 却是职业扑克玩家 更是节目素人甄选比试中 为二拿到满分的参赛者 玩这种游戏 很重要的也是收集资讯 而辨别真假 东仔在第一回合中 可以说是默默收集这资讯 直到可以验出玩家身份的记者死去 已经跳记者的东仔 瞬间被其他玩家试破谎言 才开始有了行动 东仔选择跳记者 想必也是为了好好打探其他玩家的身份 又或是带风向 但也由于谎言被试破 加上到处收集资讯 开始被市民们怀疑是能够释放病毒杀人的恐怖分子 好巧不巧遇上了科学YouTuber鬼道 认为女演员四元就是恐怖分子 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四元曾经在谈话时 不经意的向轨道玩手 轨道认为这是恐怖分子 暗示制作单位下病毒对象的方式 然而东仔却替四元说话 以记者的例子表示 暗示制作单位的方式 并不一定会由肢体接触来达成 因为记者就是透过厨房的电话 来询问玩家的真实身份 而事实也证明了 恐怖分子传染病毒的方式 是在特定的镜子前比出玩家的号码 从这里也能够看出 东仔举一反三 深刻的观察力 当然他确实是在替四元说话 但却逻辑清晰的 归纳整理了所有可能性 跑去说服其他人 其实我很喜欢 制作单位设定各种暗号的手法 让这个搭紧显得相当有意义 也让观众在看的时候别有趣味 然而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检察官到底是谁时 却只有东仔精准的抓到了 在被记者确认过身份的思源死亡前 唯独有男演员和习成缺席了 因此东仔也在那时确信了 习成就是检察官 也由于本场游戏没有投票机制 东仔很清楚的知道 只要博取检察官信任就可以了 东仔利用自己清晰的逻辑与推论 破水东引到了游戏中 比较少表现的棋手赵俊佑 但也因为棋手俊佑死亡后 真实身份公开是一番市民 加剧的东仔是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因此检察官用最后一发子弹 杀死了东仔 然而东仔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狂乐分子 这个身份获胜的方法 就是让自己被杀死 但其身份的用途在于 帮助恐怖分子吸引仇恨 东仔没有存到一开始就上串下跳 好让自己立刻被杀死 反而是一回合一回合的 替恐怖分子分散注意力 更重要的是 东仔在赛前就跟女演员思源达成了同盟 因此帮助恐怖分子获胜 东仔也会因此得到相应的皮丝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秀到不行 然而众玩家 从第一场主赛中 也会渐渐看出每个玩家 不同的脾性与玩法 谁是忠厚老实的老好人 谁是老尖居滑的小狐狸 数位蒙面的陌生人 也会在一场互相分裂厮杀的游戏后 有了新的评断基准 这之中一定要提的 就是作为科学YouTuber的轨道 他在赛前曾经发下好语说 自己想要让全员活到最后 听到这句话 我整个就是不以为然 但我在第二场主赛时 就被狠狠的打脸了 不过我并不是觉得这种理念 在游戏中没有意义 反而是觉得这件事情极度困难 要码就是大好 要码就是大坏 但烂好人的最后下场 大多就是两边都不讨好 游戏中也有些玩家认为 这是一场竞赛 试着生存 不试着淘汰 并不应该破坏自然法则 不弱即贫 当自己是廖天丁一样 但我反而认为 这也是一种策略 有些人表现出自己是强者 心影响的同盟 或能力相当的选手结为盟友 有些人则表现出友善 以控制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能够活到最后 缩个自私一点的可能性 必要的时刻 弱者也可能会为了帮助他 而牺牲自己 反而成为了轨道未来的活路 我自己觉得不懂韩语的人 在看这个节目时 还是有一些辛苦的地方 最好还是一群人 或是跟脑性友人一起看 可以讨论规则剧情 也更容易理解游戏内容 我自己跟男友一起看 只要有听不懂的地方 我就会立刻停下来 跟男友厘清规则 或是一起推论 我觉得这算是看这个节目 也蛮有趣的部分 游戏进行到第二天 也因为第一天的游戏奖励 让获胜者拥有的皮斯数量 立刻远超于其他玩家 更因此玩家们 形成了领先者联盟 和小洛基联盟 前述提到的轨道 理所当然的 就是小洛基联盟的救世主 第二天的比赛是规则竞赛 也就是要自己定定规则 在玩游戏时 能有利于自己获胜 游戏本身有点像是大富翁 特别的点呢 在玩家使用的一般骰子中 会各有一个进监狱 和逃脱的符号 因此玩家在走大富翁时 可能会在骰完骰子后进监狱 而游戏机制中也有逃脱券 实在骰不到逃脱 也可以使用逃脱券 来继续完成旅程 在这罐中 一定一定要认识的就是 起手 拳佑 起手吗? 不 根本就是臭手 拳佑是小洛基联盟中的万年垫底 怎么骰 就是进监狱 要不然就是一直坐牢 导致已经有人完成了旅程 拿到第一名时 他根本还处于一个刚出发的状况 超扯 但小洛基联盟的力量 也被立刻体现出来 团队中每个人接连使用规则 让领先者联盟后退 让臭手俊佑得以与对方比肩 甚至于最后摆脱倒数三名 让自己免于淘汰的命运 在这之中 可以说鬼道和另一名旅游YouTuber的郭俊斌 我都叫他小胖啦 希望他不会介意 以及美国律师徐东珠功不可没 不过这种团结力量大的局势 随着玩家减少 游戏难度增加 劣势也会渐渐显现出来 为了要帮A就会牺牲B 理想也会随之受损 那如果人觉得 可是我脑袋没有很好也能够看吗? 我觉得可以啦 其实真正在看的是 这群人之间的摩擦出来的火花 当然也有可能是炮火 再者我觉得圣宽非常的可爱 我自己其实对KPOP不太了解 甚至一开始没有意识到 圣宽就是偶像团体的成员 因为人很多我很容易脸盲 但圣宽真的就很像是 侮辱了黑森林的小白兔 反应都超级可爱有趣 另外我也觉得男演员何希成 这次在节目中展现出来的性格 跟他之前演出Blinds 根本是一模一样 在剧中也是一个检察官 有故惊人 其实我已经看到第九集 准备要接决赛了 但想好好地跟大家分享 这部节目的有趣之处 所以讲比较多1到4集的内容 不知道接下来 大家想要看我一集集的讲下去 还是直接以完结做个总评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主宁 我们结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 阳光荣没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